大家好 因为蔡英文总统 她最近以总统之尊 对于整个绿营发生的连环病 还有这个立委被收押的问题 说出了这样的语重心长的一句话 叫做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那我们说过了 其实这句话呢 有人说她抄袭了习近平 确实啊 其实蔡英文很多事情是抄袭了习近平 包括强迫把台湾 在完全违背民意的情况之下 还有民意党立委说 不用管民意是什么 不用管民调是什么 强推了参审制 没收了陪审制 而参审制正是中共在中国已经施行多年的一个制度 而最近习近平因为港版的国安法也没收了香港的已经施行了100多年的陪审制 所以台湾没有陪审制 却强推了参审制 这就是蔡英文的司法改革 然后最近在讲这个 证人先证己嘛 最近在讲这个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除了这个是习近平也讲过的事情之外呢 其实蔡英文自己讲讲了不过不止一次了 这不是第一次讲 但是真正的出处呢 是陆军官校的 在进入口的这个老的这个牌匾上面的一个对联 这个对联现在中共已经把它涂掉了 那这个对联还在这个我们的陆军官校还留下这个对联 所以真正的对联这个字有一点点出入 不过无论如何 这句话不能说蔡英文讲错了 本来就是进入政府辅工职是为了要为人民服务嘛 对不对 中国也这么讲啊 可是到最后都是为自己服务 升官发财 到处兼职 那要怎么兼职呢 合法的兼职就去当评委啊 对不对 标案的评委啊 除了有出席费 车马费 评审委员的费用之外 你如果可以一年可以接个几百件啊 哇不得了 除了本薪之外 这些外块啊 东西百万计啊 然后你还影响了这些标案 这些得标人后来有没有利益的回馈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有问题的迟早都会被踢爆 其实都是丢包啦 你说这些记者 这些查币的记者这么会查吗 不是其实都是丢包 利益不均丢包 所以古时候啊 中国的古书有这个周处除三害啊 那除了最后一害是谁呢 就是他自己 证人先证己 蔡英文要不要还我们二号公元啊 讲了很多次了 我不厌其烦的再讲 在我们查蔡英文的论文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路追查 其实我觉得论文的问题已经盖棺论定了 他就是没有把最后的版本的论文交出去 所以充其量蔡英文只是一个博士生 他没有完成他最终版本的论文 拿不出口识委员 不管学校要帮他怎么掩盖 学校要帮他掩盖 学校也得拿出证据来 拿出他真的有经过口识 有蓝皮的金装版的论文 对不对 英国伦敦大学 LSE完全拿不出来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一集有讲到的 这个爱尔兰的知名的这个记者 Cockburn 他所说的那句名言 当他们开始 当政府开始否认的时候 在政府否认之前呢 不要轻易相信 那个事件是真的 可是当像LSE他们出面来否认肯定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了 原来他们在说谎 所以蔡英文没有拿到学位 要懂得理解 要懂得懂得读懂人话 所以 所以讲到这个 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还是要请导播进来 这些资料 第一个 如果今天蔡英文不是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而且还是大股东 那我们就追这件事情的正当性 可能只有说 哎呀蔡英文啊 你把你家人啊 的这块土地啊 请他们 说服他们 还给台北市民二号公园 还给台湾 土地正义 可是今天不是 今天是身为总统的蔡英文 还是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什么是大股东 超过5%以上的股东 就算大股东了 那蔡英文是啊 超过5%以上 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什么呢 现在海拔王这块土地 北区海拔王这块土地 现在的地幕是什么呢 来看台北市政府 先要把它变成 根据正中企业的陈情 要把它变成是商业区 地幕上面登记是什么 公开的资料 这算是公文的资料 PP党 PPD党 它的地幕仍然是 中央各军事学校 同学会馆建筑用地 这算是机关用地吧 从蔡杰森 跟张伯年 蔡英文的哥哥 拿到这块土地 拿到建筑执照开始 到今天 这块土地都一直是 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 会馆建筑用地 然后在柯文哲手上 悄悄的要把它变更成商业区 东西送到内政部 第一次审议已经通过了 徐国务有喊冤说 这件事情跟我无关 最后要在内政部通过 可是是台北市的责任 台北市通过了 我管你台北市通过 还是内政部通过 就是你们一群人 怎么样 升官发财 请进此门 所以蔡英文 请你周楚楚三害 其中一害就是你家 对于中华民国 对于台湾来说 都一样 你们对台湾这块土地 没有任何贡献 你们家除了炒作地痞之外 请问对于台湾的民主自由 有法治有任何的贡献 没有 没有 一路违法 到现在都是一个违规营业的状态 不符合这个建筑物的使用执照 然后五轨搬运 现在还要把二号公园的预定用地 要把它变成商业区 整个原来二号公园 完完整整的地 只有这一块切成一个三角形 变成商业区 然后是总统身为大股东的 正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必须这么讲 有这么多人在痛恨李登辉 痛恨马英九 痛恨陈水扁 但有哪一个人 这几个总统 前任的总统 有哪一个人做得像 蔡英文这么过分 我们的媒体 有哪一个人去监督了 我讲这件事情有多少人 私底下来跟我鼓掌鼓励 说做得好 你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说实话 你们才是 占有社会资源 应该要去承担这个社会责任的主体 我们其实已经越权了 愉悦的这个红线 我们去做了不是我们本来本业本职在做的事情 好 没有关系 现在是一个YouTuber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所以我们就来说真相 我们就来讲真话 所以今天这一集 一样我们再次呼吁 既然蔡英文说 升官发财墨尽此门 请走他路 证人先证己 还给台北市民二号公园 还给台湾的社会 土地正义 我们明天见 ��证人先证人先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真人为您服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